陶瓷,是陶瓷诶 摸上去然后真的很有质感的 而且陶瓷还要配上这个白色 对哦 哈,我现在今天要来开箱就是等了差不多两个月的这个东西 超大杯的Core P40 Pro Plus 传说中100倍超远变,叫双40W快充 吃它了哦 现在手机厂常都很喜欢用渐变色啊 美翠绿啊,深海蓝啊 就算它真的修白色,它也要长一点渐变下去 所以我觉得白色手机真的很少见,尤其是这个白色 但是P40 Pro Plus的白色,大家看一下 它就有点像是中学用的Liquid Paper的白色 非常纯,没有杂质,然后很饱满的一个白色 听官方讲哦,这个是用了整层五天五夜 再加上筋膜抛光制成的二 成为一个超大杯,它会P40 Pro Plus的这个麦点多咯 超感知赖卡五颗摄像头 十倍光学变角,纳米微镜陶瓷机背 40W的无线充电 这些听起来都是很超小的东西 但是其中最让人激动的东西就是后面的这个 十倍光学变角镜头 在目前手机圈里面,它是唯一一个支持 十倍光学变角的量产收集 无人能力 所以接下来的影片就会围绕这几个卖点来讲 加上我们各种实测 好啦,开始吧! 屏幕方面跟P40 Pro一样 四驱面屏,整机工艺做到很精致 平平放在桌子上它有一种 screen很像水这样要满出来的感觉 四边的边框很窄 然后机身四个角这边 故意做好一个包覆覆盖的设计 就是让你在跌落的时候 不会直接中到那个screen 降低碎屏风险 因为跟P40 Pro一样 所以其实这些我都讲过了 这样P40 Pro Plus 到底是Plus在哪里叻? 其实它就是Plus在它的后盖 这个后盖不是开玩笑的,我懂我懂 纳米微镜工艺陶瓷后盖 名字很差了 反正就是Made by 陶瓷 比起市面上的塑胶、玻璃、金属机身来讲 陶瓷的质管就会更高级 摸上去是很爽的 滑,但不有腻 顺,但是不割手 这个白色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几乎不沾指纹 那陶瓷从好摸上去爽之外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优点的就是 勾 我稍微深小一下了 这个陶瓷在印度排行榜上面 是排行第三 就是硬度为8.5度 几乎跟蓝宝石是一样坚硬的 所以日常使用 你就算不带套 其实也不会怕夸伤 你女生很喜欢手机丢进包包 跟口红手指全部参在一起 又有陶瓷就不怕 但是你都捨得啦 讲这样好的地方 那陶瓷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 你分量啊 这个皮士的PROPERS的重量 是 226g 拿在手上真的是 我没想到 OK 讲完外形 现在就轮到了 镜头超感知 来卡5颗摄像头 简称 来卡5摄 这样 其实这样多颗镜头 我其实自己都很乱啦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啦 第一颗 超广角电影摄像头 40MP 1.54英寸的大底 F1.8光圈 哪来拍暗光 跟影片拍摄最适合 第二颗 Dimex 700主镜头 50MP 目前手机界最大的 1.28英寸大底 F1.9光圈 有光学防抖 一般热场高薪拍人像啊 风景照啊 就靠这里镜头了 这边镜头的话有两颗 一颗三倍光学 一颗十倍光学 右边小小的这颗 三倍光学变角镜头 by光学防抖 专门拿来close up拍人像 或者是风景照 常放心的这个就是第二颗啦 主角 十倍光学变角镜头 没有听错 不是混合哦 是纯十倍光学变角 带光学防抖 只有一个功能 就是让你看远一点 远一点 就远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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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这颗 3D Top镜头 帮助背景区画 不然会超过 这次的主角呢 就是正义力 十倍光学变角镜头 你不要以为 要捏手机可以拿到十倍 其实就有十倍光学啦 如果没有讲是光学的话呢 它只是数码变角 简称 把画面放大而已 而Pistar Preface的光学变角 就是一个真正的 就好像你亲自本人走到这个建筑物前面去拍照 这样放大 跟亲自走到这个建筑物前面拍照 到底哪一个比较清楚呢 OK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个渔村 现在是一个wide angle的情况下面 可以给大家看看 非常广的视角 可以拍一场就是天和合一的这个照片 OK 那现在我就开个一倍 一倍的情况下大家就知道正常哦 就是可能拍风景啊 然后我们现在开个三倍 三倍其实就开始看到细节啦 看到上面这个 MML00548T的一个号码 OK 拍一张 然后现在我们来个十倍 这边你就清清楚楚 可以看到Day1 Permasaran的字 所以 其实因为这个P40 Pro Plus 它用上了这个超级防抖 所以就算我现在是单手拿着哦 都是很稳的 都是很稳的 不会很慌 然后因为光学防抖 所以照片是非常清楚 非常sharp的 就好像整个人走到去这个船的前面 然后我们在十倍上哦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船的后面还有一排子的 我们现在就zoom in它 看看 看得到是什么字幕哦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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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才50倍而已哦 OK 现在我面前就是有一棵野树 现在是在广角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一倍的情况 会看到什么样子 OK 现在是一倍的样子 就是普通的 然后我们三倍 三倍就可以开始看到叶子的那种虚虚 然后我们就来十倍 十倍的情况下 其实你就可以开始看到叶子了 我看到没有我看到没有 然后现在我们就试试看 把它拉到更多一百倍是什么样子 其实还没有到一百倍到七十多倍 其实就开始可以算到多少颗叶子了 如果是拉到一百倍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很仔细很仔细的虚虚啊 纹路 叶子的纹路都可以看得到 那长角出来拿来拍更远的东西之外 其实拿来拍人啊 拍风景啊 拍动物啊 都会特别有空间感 这里就做个实测给大家看 OK 比如说这组照片 在不同树木的边角下面 它会有不同的感觉 人的比例跟身后背景的大小会不同 感觉也会不一样 比如说 0.6倍比方适合拍风景 1倍就是普通人拍的照片哦 这样3倍跟10倍拍出来 就会给人一种高级大片感 所以像是我自己的IG的照片啊 我都喜欢出名一点 它营造大片感 GET 再来看这组动物图 0.6倍就会感觉像是一个搞笑动物memes图 3倍 诶 还不错哦 10倍就有一种毛发蓬松可可爱的感觉 那如果拍风景的话 很多人以为广角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其实有时候 10倍镜头下的风景特写 可以拍出不一样的韵味 也有一丢丢 烟影感的味道哦 那10倍边角也可以用在录视频上面 比如说 那除了10倍广角边角呢 P4 Pro Plus还有支持100倍的直速毛边角 去年P30是50倍 今年直接给它冲上给100倍 而且P4 Pro Plus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 就是左上角加入了这个Preview的功能 一般当我们zoom到很靠近的时候哦 你自己在看哪里你自己都不知道的 那所以有了这个Preview之后咧 你就可以一边看一边找到你要拍的Target 你不用马正中一直在那边自己找 那其实很多人就会担心说 就要加远之后 选手一抖 它们就摇一摇 但P4 Pro Plus只是OF加AIS超级防抖功能 所以就算是单手拿着 哎 挺稳的嘛 反正就是一句话 每个镜头都在努力工作 每个镜头都可以拍出不一样的感觉 每个镜头都可以符合你想要拍的每一个场景 比如说 一倍拍出马六甲街景照 三倍可以放当妈咪这个招牌营造Clock in的感觉 十倍就可以拍到灯柱的细节 超广角可以拍到阳台外面的全部景色 十倍就可以拍到树上面的果实 你也可以一倍拍海景照 或者是十倍拍海上渔船的特写 超广角拍出热闹的街道加整个建筑物 三倍拍出Geographer 这个字营造电影感 不同的焦段也可以用在夜晚拍摄 比如说三倍zoom in去拍珍珠奶茶的招牌 一倍拍出普通的Symmetry建筑物照 讲完镜头就到充电啦 这是P4 Pro Plus的一个slogan叫做 P40 爽40 爽40的意思就是 除了有线充电支持40W之外 无线充电也支持40W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功能很废 回到家了嘛 用Cable不是用Cable咯 但如果你是像我这样的人 只要把Cable到处带进 带去office 带去车的这样子 有一天你找不到Cable的时候 你就知道 五线底座到底是有多方便的 经过了我的实测 30分钟充 61%的电 这个功能咯 可能有些人觉得很有用 回到家 不管是用Cable 还是放在五线底座上面来充电 都一样很快可以充满 其余配置方面呢 华为P4 Pro Plus的处理器采用的是 集成式5G基带 甚至SA跟NSA双模组网 那华为的5G网线是一点 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 你们需要担心的是 哪家即是有无缺 另外也支持IP68防水防尘 8加512GB的存储组合 4200mAh电池 还有这支华为Share一碰即传 所以我经常用到MatePad Pro来剪片的时候 都会用华为Share快速传报 阿妹 我手上这个就是最新的 华为MatePad Pro 5G版本 皮被盖的哦 如果你担心下载不到Apps的话 其实App Galarine 里面有多过80%的日常Apps都找得到 而且现在有一个最新的 叫做Pettle Search的App 让你更容易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App 总结来讲呢 个人觉得P40 Pro Plus的出现 尤其是采用了这个10倍光学变的镜头 之后把整个拍摄层次 拉上一个level 而且更加让P系列跟Mate系列大大的区分开来 好啦 重点价钱 华为P40 Pro Plus 4999块 26号真的不开买 买的话就送你 40W的无线充电底座 FreeBuds 3耳机 3订阅华为Videos VIP会员 还有50GB的华为Cloud储存云端 因为我记不得出也不许多看一下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点个like然后分享出去 然后看看很多很多的事 然后记得follow我的IG Facebook还有Youtube 我是可可可 下次再见 拜拜